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聞聯播的兩岸國際時間 川普特朗普在4月19日接受霍士新聞的訪問 指出美國應該跟俄羅斯打交道和和睦相處 他亦指出自己曾經跟俄羅斯總統普京相處良好 批評現在的民主黨領導打破了與洛斯科的關係 他亦指出他與中國的關係良好 只不過被新型冠狀病毒破壞了 川普特朗普當然是說風涼說話 他認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因為疫情打破了 美國向中國徵收數以百億美元的關稅 亦令美國的農民受惠 他認為自己上任的初期前總統奧巴馬警告可能和朝鮮爆發戰爭 但是他執政四年相安無事 還和朝鮮領袖金正恩互相欣賞見面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也對 在他在任四年真的沒有把口硬 但是至少他和習近平的一件事 就是他一直都說習近平是好朋友 他一直都說是好朋友 他一直都說是好朋友 現在拜登笑其其放毒蛇 現在又去到戰爭邊緣 烏克蘭 大家都覺得拜登是笑其其放毒蛇的人 從來都是 一直下來都是一條毒蛇 口講善良 你叫什麼 說就 不要說粗口 總之拜登表面上沒事 但現在好像戰爭邊緣 他一直都逼口罵 但真的沒有打過仗 他一直想收 一直都不想參與那些 因為他花太多錢 那些人 他代表了那些很local的土腦 即是說他不是全球化 所以打仗對他們完全沒有好處 不如不要猜太多 但是民主黨 都是一個全球化的 是的 大家要看得出 不要被那些表面壓倒 有時候 越是養胸神 沙拉反來越好 我一直都說 拜登更難應付 從來我都說 如果中國來說 拜登更難應付 這個我一直都說 你這麼討厭中國 你為什麼還會崇尚特朗普 我一直都說這個問題 是 好了 另一則新聞 美國的非裔男性佛洛伊德死亡案件 涉案的警察 Trevin 被控謀殺和誤殺罪名 現在就作出了裁決 是全部都成立的 等候宣判 美國總統拜登 在20號表示 他在祈禱 希望這個裁決 是正確的裁決 拜登表示 他認識佛洛伊德的家人 包括他的女兒和兄弟 他說 我只能夠想像到 他們感受到的壓力和焦慮 所以我等到陪審員去庭商議之後 才致電給他們 他形容佛洛伊德一家很好 不論裁決如何 都呼籲他們保持平靜和長和 拜登曾經譴責過事件 但未有談論過審判 法官的官員就解釋 審訊進行期間 作出評論是不恰當的 現在審訊進入尾聲的同時 政府開始研究如何去對應裁決 拜登也有同理 我只是說一件事 如果順從制服一個 這麼恐怖的有力 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否則你沒有辦法 否則他會反抗你 很麻煩 搞了這麼久才搞這個方法 當然他跪這麼久是錯的 但因為對方太恐怖有力 對方實力強的時候 你很難不用這些方法 那所有的罪名成立 其實都是意料中事 正如是 你如果成立會暴動 正如 陸頂記的時候 韋少福第一件事 和青木堂人一起去做事 就是說殺了 類似是徐天邨 徐天邨殺了白氏兄弟 白氏相合 那個弟弟 那個哥哥 白行風白行蟲 白行蟲說 後來封制中 將當時的時候 再重新搞一次 演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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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戰鬥到運練場合 我很難避免不殺他的 是 那件事 我很難避免不殺他的 如果你既然這麼難避免不殺他的時候 你就是 你就是 因為在戰鬥中間 所以他是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美國面對的 美國警察面對的 看匪 是比香港面對的看匪 看十倍的 當然有槍 而且那些是很打得的 那些全部都很打得的 美國人 美國人 我看了一些 我剛剛來 今早去新 看了一條美國片 看了一條美國片 叫做 Undisputed 哇 那些打鬥簡直是很凶殘 是啊 他們真實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這麼打得的 這麼大隻的人 你是很可惡的 基本上你二百多磅 六尺多高 說真的 你真是 一拳打死人 是啊 我也覺得 還有佛內依德 就是這樣 二百多磅 六尺多高 那就是 不過也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搞了這麼大件事出來 最近有發生這些事 美國也會不斷發生的 警察 以為是電槍 原來不是電槍 殺了人 最近有些暴動 都是沒得情之 不過 都算是靜下來的 就是那個 這個 黑人也是命的運動 都平靜了 現在都 美國有幾厲害的 總是那些事情 爆到媽媽都不認得 接著很快又被他們掩下 有些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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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習慣了 對呀 習慣了 譬如他們攻入國會 就蓋下去 但是 我相信 這件事會 頻繁地發生 會一路 intensify 一路下去 就是 我認為美國會有機會 會有南非法 是 看看你的想法 會真的發生 好了 日本共同社都報導 政府基本決定去 對近期在新型肺炎疫情 繼續擴大 東京都 大阪府和兵庫園 再次發出緊急事態宣言 將為疫情以來第三次發布宣言 大阪府的疫情最近惡化 我們早前都說了 現在要求商業設施 停業和展開協調 東京都和兵庫園 也可能在本州內提出相同的要求 之後停了市 之前啟動的 手上菅義偉說 他將會審視情況 探討對策的內容 探討對策的內容 迅速作出判斷 他強調 即使發布宣言 對下季舉辦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 都不會有影響 他肚帶都要開 你都要開 因為怕破殘 我開了都破了 是黑的問題 因為日本人本來很聽話 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搞成這樣 你說口罩不行 你說口罩不行 你說口罩西 是啊 我都不明白 我想你在說日本人很聽話 你純粹的說法都是過了去的 我想未必看到今次 他們不是聽話 他們聽話應該控制到 是 學了西方的事情 因為他 先生和我說 那天說起 很多叫他們這些自衛隊做事 他都不好 連自衛隊都不好聽話 都是有些貪心怕死 所以整件事 我覺得日本的民風 整個民風 被美國唇化得太重要 是 想他唇化 因為極度兇悍 極度聽話的民風 就將他去模式 做一個聽話 鬆散的民風 你不聽政府的話 就變成鬆散了 整個國家 你看今次疫情 就說了出來 我想我們 腦裡覺得他們很聽話 很集體化 很有紀律 我想有禮貌 也會是 但其他人 集體化也是 但他在一些重大關頭的時候 他不聽你說話 你看今次疫情就知道 有什麼可能他們控制不了 如果用我們對日本人那種想法 是不是逼那些人上班 對 沒錯 對 我是不是 疫情好一點 逼那些人上班 因為我經常覺得 他們乘搭電車 逼得很糟糕 塞人進去 不感染就難了 香港始終還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就算最繁忙的 早上中環 我想只有幾班車要塞 但日本好像長塞 你有沒有試過繁忙的時候 是中環的 很久 試過 我不敢說 只有幾班車手 但他不會塞進去 他不會在門口 那個鐵路源 硬進去 日本是硬進去的 他不會接觸你的身體 你上不了就上不了 排大隊 日本我們看到 真的硬進去 當然不知道 在疫情上 但日本的情況 都麻煩 日本所有事情都麻煩 現在這是一個死亡國家 是的 不是 那個死亡國家 是有一個好處 我告訴你 例如日本 西班牙 英國死亡 法國 死亡國家 你去到 台灣 鬼島 你去到的時候 你去到的時候 反而 你那些 上升的國家 好像中國 那些是地獄式 即是 你去到還是退休 那些 其實是一個動革好地方 但是 如果你在上升的時候 美國以前幾十年前 是的 當然 你會很 上升的最快 1902幾年的時候 你看回 當時的電影 其實到1904幾年的時候 五幾年的時候 其實你以為 美國很好 其實他表明是很 很繁榮 但是也很悲傷 兼且是 黑社會遍地 很多黑社會到六幾年 然後走到很多黑社會遍地 你會見到 很悲傷 令你覺得很不敵 但問題是 那些很有品味 東西又好吃 地方又好美 那些 有很多古蹟 那些 那些 多數都是 乖的 才會這樣做 即是 不拆就有古蹟 是的 所以 日本 真的是很美好的樂界 其實 其實 我覺得 意大利西班牙 是比法國美好 因為他們再舊一點 法國就好 德國英國 即是 那個狀況 看看情況如何 看看去東京奧運會 會搞成怎樣 日本也很麻煩 我最近 開始 有一連串的事件發生 令我 重拾聽音樂的興趣 因為我很喜歡聽音樂 但中間有十幾年 不知道為什麼 離開了這件事 最近 機緣巧合 譬如 有些 聽音樂的硬件 開始出現在我身邊 又認識一些音樂人 開始聽 那我 這陣子也有 聽一些日本的歌 即是 我們叫做 Pod Music 其實 又是 十幾十年都沒有什麼進展 反而 鬼佬就很大進展 其實跟香港一樣 譬如我照直說 十幾十年的音樂 或者編曲 或者所有的東西 都是 你好像聽上一個世紀的東西 日本人 但是 鬼佬不是 鬼佬的音樂 其實跟上一個世紀 完全是分開的 即是 這件事 我在這裏 又可以在另一方面 引證到日本那個 即我們叫做 什麼 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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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因為真的要有進展 電影那些 不要說 上個世紀 比現在好看 跟香港一樣 還在看九敏芝麻官 笑騎騎 國產007 大哥 三十年前的戲 這三十年發生什麼事 大家可以想想 另外一則新聞 俄羅斯反對拜領袖 納瓦爾尼 在獄中 絕食了三星期 他的私人醫生 還未能進入監獄和診治 納瓦爾尼 納瓦爾尼的律師 在探望之後說 律師 就不是醫生 納瓦爾尼正在一間 高度設防的監獄醫院 軍人病房中留意 當局只是為納瓦爾尼注射葡萄糖 形容納瓦爾尼 非常受弱 私人醫療團隊 星期二打算探望他 但是等了幾個小時 都未能進入醫院 育方總結就說 納瓦爾尼的情況 現在令人滿意 又只去接受維他命療法 納瓦爾尼的盟友 號召民眾 在今日 在全國多個城市上街 當局表示示威是非法的 亦都再次拘捕部分 納瓦爾尼的支持者 兩邊夾普京 烏克蘭的情況 納瓦爾尼同步絕食 都是一起夾去的 普京 我想他寧願不選 寧願將國家 進入緊急狀態 但他都不會下台 是 這個一定不會 但是夾到他 就好像會打仗 普京現在的命令很高 但普京就算變成緬甸 他都不會下台 所以這件事 就是緬甸 總之你不要理 他合法的時候 就合法方法做 不合法的時候 就不合法方法做 總之他就永遠不會下台 那你覺得 美國是不是千方百計 迫隊出手 真的想打這場仗 或者有些小規模 美國不想打這場仗 你覺得美國不會 絕對 其實是崇良思旗想打 不是,崇良思旗想打 崇良思旗想要打 崇良思旗想 逼西方介入 讓他們自己的狀況可以好一點 但是美國是不想為烏克蘭和俄羅斯開戰 烏克蘭在美國來說 他沒有辯任何戰力 不是太大的戰略 他不想被反應 烏克蘭是自己的 是親自己 他為錢狀就可以 但問題是他沒有經濟利益 所以美國打不到 他又不想去俄羅斯領土 整件事一來到他便會花很多錢 歐洲的時候你不知如何安撫歐洲 歐洲不是北約是廢的 北約其實只有美國一個打 所以他不知道怎樣處理 到最後只是因為 你那個人是盲目崇拜西方的 所以他就不顧實際去做 整班小丑 整班小丑做了政府 這樣你就會很惡搞 因為有一個說法 有新聞說 如果納瓦爾若然他死了 美國就會說一定要俄羅斯付出代價 他還可以俄羅斯付出什麼代價 你都禁俄羅斯的所有事情 可以付出什麼代價 我看不到他有什麼付出什麼代價 沒有代價可以付出 沒有代價 現在中國不怕美國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已經搞到 2019年的時候 搞完的時候 中國自己不怕你美國 是的 因為你已經做了 就是說 你最麻煩的就是恐嚇打我一身 現在打了一身 我就不怕你了 你最多再打 即是你未打之前 我不知道打的結果是怎樣 打了我原來都沒有耐傷的 所以打了我最耐傷的 我都不怕你的 你已經打了你不可以不停打的 你那件事 你那件事的炸彈 在2019年的時候 我用了我一次 用完之後我就不怕你了 所以中國也不怕你了 美國的貿易戰 貿易戰 香港 新疆 你連新疆 你挖中國 挖新疆 那些什麼棉花 你都做了 你什麼假新聞 所有東西都做了 那我就不怕你了 你做每一件事 你做了出來 國安法做了出來 如果那個人國安法不怕 他就已經不怕了 即是你反過來 你用了國安法 我不要怕坐牢 那你就不怕了 你用了出來 那件事已經是既成事實 對嗎 你可以不怕國安法 你最怕的時候 是不用 但是那些人不知為何 那些人不知為何 用了就怕 不用就不怕 恐嚇的時候就不怕 說來說去你都不怕 那些人就是蠢 但實際上聰明人不是這樣 即是 國安法這件事很奇怪 理論上 不用的時候最怕 用了就不怕 是的 但是國安法是反過來的 國安法用了之後 你就怕 用了之後你就怕 不用你不怕 是的 很奇怪 但問題是現在 如果你都用完了 嗯 你都用完了 嗯 好 那我們就 不要沿著 因為 我們這個都是娛樂性之國 我們來講一些娛樂 剛才講到新疆 我早幾天有和朋友聊過 大師你記得嗎 以前回到大陸 不是很多新疆人做羊肉串的 我那時是一元串 曾經是五毛子串 我那天和朋友聊 你也有吃過 我那天和朋友聊 我朋友就很強調一件事 一定不是羊肉 即是石旗吃乳鴿 為什麼全部都是乳鴿比的問題 整隻乳鴿去了哪裏 大家都聽過這則新聞 有什麼理由整隻乳鴿炸出來 他只是給你吃 用了給你排隊 我都去吃過 同一個道理 應該不是羊肉 我後來想清楚 又是 因為什麼肉都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那些 街上做的那些新疆羊肉串 他放了很多甜味品 因為羊肉基本上很貴 有什麼可能買到五毛錢一元串呢 我時候回想到 都是同一件事 都是新疆的石旗乳鴿臂 好嗎 大家留下了 所以我買那些蠟鴿 然後整隻買 沒錯 蠟鴿就是不要買蠟鴿臂 所以從來都不是蠟鴿臂 明白了大家 因為石旗乳鴿的問題 也解決不了 為什麼不整隻乳鴿臂 你都集好了 情況下 情況下 是我吃的石旗乳鴿 都全部整隻上 是你只吃過比 我沒有吃過 我吃乳鴿也要整隻上 我不會吃過比 我沒有吃過乳鴿臂 所以我講不到 沒錯 但是羊肉串我經常吃 不過我就會吃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沒有在街邊吃羊肉串 是 我有在街邊吃羊肉串 但是那間就是在 我不知道 是很生意出名的 在上海一條街 上海不會 我現在跟你們在深圳 我沒有在深圳街邊吃過 其實我沒有在深圳街邊吃過 我有 也都去唱歌的時候 很多人買進來吃 小時候香港街邊吃很多 那些羊肉串 很好吃的 但是那天想回頭 都幾震撼 朋友跟我講完 我都覺得幾震撼 那沒事的 四腳朝天 可以吃的 大家過了去過了 還有就是 四腳朝天 而且是正熟了 對 你不是生死的 沒事的 安在 還有就是 安在 安在 安在的意思是中文 安在 如今安在的意思 現在在哪裏 其實安在的意思是不在這裏 是嗎 如今安在 安是一個question 駱戴 還在 駱戴 好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Like share comment 利用大家的社交媒體 把我們的頻道 介紹給多些人看 剛剛過了一萬八千個訂閱 希望會繼續 向上升 記住 訂閱我們的頻道的時候 記得按下 側邊的小鈴 有新的節目 就可以通知大家 大家就響不停 因為我們每天有 大量的新節目 接下來還有很多新節目 會推出 希望亞洲電視多元化 當然更加希望的就是 大家上我們亞洲電視網站看看 希望大家 會成為我們的訂閱 真金白人 支持大師 支持亞洲電視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